字幕君 Hello, 这次是一个夜间的测试 这个测试我们主要是要测试几个方面 一个是夜间的4K 夜间的4K的成像的质量 到底好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是视频的这个角度 因为这个视频 我们这个测试 这个装置 可以以更浮冲的角度 也可以 然后也可以说是比较高的角度 这样我们希望能够调到一个更好的角度 来让它来进行这个 更好的角度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 又可以看到 希望可以看到前面的景色 又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的仪表 所以现在角度应该移走了 红档先 就可以走了 一档 所以第一个是夜间摄影 就是视频的高低角度 第三个我们还是想测试这个收音的情况 收音的情况 上次是把那个帽打开了 发现那个工作还是大了一点 但是你把帽收起来呢 又有个问题 帽收起来以后 声音就显得有点闷哈 所以 这是 这样几个问题啊 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这次声音的测试呢 我们是打开了这个 这次声音的测试是打开了前面的那个 透风的那个 透风的 通道哈 所以说 这次声音希望能够 能做得舒服一点 既不要听到太大的风声 但是 希望人生也不要太闷啊 这个是 无力会换档换四档 很棒哈 一点问题都没有 无力会换到四档 无力会脚踢到三档 我这时候踢到三档是 可以一个很快的速度去做 这辆山档 一个很快速度 这辆山档哈 现在是山档的方向 掌弯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叫做 预超度 几天不开,这个我们车的 我们车的这个有一点感觉他几天不开以后 这车就感觉有一点震动有点大 前面是一个地方可以给我们练习进行转盘的这样的练习 这个圆圈是很好的,又没有人,我们最好可以在那边练习 当然,也不要把身体搞太大 这个是铜向,铜向进行转,铜向,铜向转 那也可以这样测,就是身体测过来一点 这个就是叫外寝,外寝室过弯 外寝室就是身体这样,这样过一点,外寝 外寝,同寝就是这样,内寝就是这样 内寝在这里说内寝的极限要更高一点 但是内寝还是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我们用同寝或者是外寝来过这种慢速的弯法 就是我们的车,它的配置也是 就是用同寝或者是外寝的方式来展望 而不是用同寝或者是对外寝,而不是内寝 因为我们车的配置是这样,它的坐姿是比较适合 用同寝或者是用外寝是这样 外寝就往外一趟 今天就找到这样一个新的键盘,感觉很爽 据说过弯是要把这个轮子夹住 这样夹住以后,过得会更爽 前面是江湖的地方 前面是江湖的地方 确实很爽 但是以后,感觉过弯的稳定都可以提高 过弯的胆量也可以提高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刚刚有个月的车是水面都没有问题 我们刚刚有点工具 是擋,今天無力可以換擋 無力換擋是一定要送油門的,剛剛我們已經測試了 如果無力換擋不送油門,那就不行了 這樣減速的順暢度會更高一些 今天我們就回去,主要是測試一下三個方面,一個是夜間的